來讓舊筆電擺脫後中充電器吧 注意一下要介紹有可能造成筆電無所壞風險 請先評估安全性或再嘗試 除了電競筆電 Type-C的PD充電部幾乎是新筆電標配 如果想要換上輕巧的單滑加強鏈頭 只要確認輸出電壓、電流是否支援 大都可以相容 但如果沒有PD協定的舊筆電呢? 其實也是有機會換成輕巧的充電器喔 如果你是19-20V主流長牌的舊筆電 那麼網路上搜尋右片頭 大多有對應的轉接方案 買回來後還是建議先用電表確認電壓和增幅級 再接上筆電比較保險 電壓和電流穩定度就不是靠右片頭來決定 而是充電器本身 建議使用可信奈的大廠牌 以及有BSF來合格表彰的產品 如果是Panasonic這種15.6V特規電壓的筆電 右片頭相對難取得 那可以自己購買的材料 自己試著做右片頭 總共費大約100塊左右 這邊使用往過來的Type-C無頭右片器 宣傳可以耐5A電流 它可以藉由短路不同的電阻值 來誘發不同的電壓 1、9、12、15、20V等的切換 前提是PD充電器有相對應的電腰 我們先來確認原廠充電器的規格 輸出16V、4.06A 所以需要選用至少65W以上的PD充電器 輸出的原主頭是內陣子、外附子 外內進規格為5.5V、2.5V 用電表確認原廠輸出的電壓 預錄在15.6V到15.66V之間 右片器原式電壓設定為20V 實測19.9V到20V 正負寫也沒有標準 短路晶片下面的電阻 右導PD電源變成15V 使用電表確認輸出為15V 接下來確認購買的原柱頭 將電表擋為轉長二級體 導通測試 確認紅色正極限是接在原頭內側 用線套好殼 再把白黑正負極限焊接在IT板上的輸出段 充電確認有正確電壓輸出 塗上保密紅膠與接線尾根後 塗上保密紅膠與接線尾根後 壓上外殼固定 壓上外殼固定 插上筆電通電測試 充電指示燈兩級 能正常開機顯示充電的話就完成了 能正常開機顯示充電的話就完成了 充電指示燈兩級 充電指示燈 充電指示燈